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马中医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的话题是六营 中医认为六营是导致人体生病的外在因素 其中包括风、寒、鼠、湿、躁、火 顾名六营,又称六血 六营治病具有不同的特性 第一,季节性 不同血气在特定的季节会变得相对较强 例如鼠血在夏季时间较强 就更易清洗人体,使人较常出现鼠血相关的表现 例如高热和烦躁 第二,第一性 血气在不同的地方也会颇有不同的状态 例如北方较常见到寒血的影响 而南方就会常见风湿病痛 第三,相间性 六营在入息人体时往往都是两者 甚至三者同时攻击的 例如常见的风寒感冒 湿热腺泻和风寒湿病腱的关节病痛 第四,转化性 六营侵入人体后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为其他病邪的特质 例如临床较为常见的寒余化热 就是寒血寓于体内 时间久了,寒血就变成热血的病理特质 如果觉得这影片对你认识中医有帮助 可以按赞和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 下集我们会详细讲述一下六营的各种特性 installed there 转叮 当然 试 ginger 试貝 看到 我们 红